哈喽 Automatic 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每周 360 的时段了 上一周的车谈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就让我小明现在为大家回顾一下好了 第一支新闻 哎哟帅哦 新一代的 Audi RS3 在上个星期正式发表了 这个瞄准地表最强小光炮 AMG A45S 的新一代德系 Hot H 有什么特别呢?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首先在外形上它就好像喝了 Protein 然后还穿着精神衣的鸡肉版 S3 一样 前后轮拱都撞了很多 还有招牌的这个 Audi 水箱护罩也是更加的大 进气格杉也巨大无比 整个前脸看起来就是更加的凶悍 更加的 angry 而且前方一支板 后方还备有这个真正的导风口设计 咖喽哦 而车尾方面呢 Sedan 版本还有这个 Ductail 压嘴是唯一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i3 虽然采用的 双边单出的排气围观设计 但是仔细一看的话 其实每个单出的里面 它是一个双出的设计来的 很低调啊 而号森登场的 Audi 怎能不对 RF3 这个 Hot H的灯组下手呢 首先你可以选配 Matrix LED 头灯还有微灯组 只要车主接近或者是离开车辆 头灯的 LED 放隔旗日行灯 它就开始表演 动态拼出 RF3 的字样 哇啦喂 那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壮硕的轮拱 其实这个新 RF3 的前轮轮距 是比上一代车型加宽了33mm 而后轮方面也是加宽了一个10mm 悬吊方面也比 X3 降低了10mm 带来更低的一个重心 进一步加强操控表现 你也可以选配更加舒适的电子悬吊 但是要加钱啦 在沙桥部分呢 其实 Audi 一向来都很大方 那这个新一代的 RF3 也不例外 前方标配的是大流活塞刹车卡钱 你还可以选配380mm的加大 Carbon Ceramic 碳陶瓷刹车盘 它不止更大 还轻了10kg 进一步提升皇下质量 Handling 又在进步了 而在动力方面 这个新一代的 RF3 并没有像排放标准 轻易低头 它继续搭载 Audi 的经典王牌 也就是 2.5 公寸的 五缸涡轮加引擎 最大马力还是维持在 400ps 的境界 但是扭力呢 则是提升了一个 20Nm 达到了 500Nm 搭配 Axtronic 双离和性能版变速箱 以及 Quattro 全驱系统 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让这台 全新小装炮 零百加速只需要 3.8 秒 比马力高更多的这个 AMG A45 5S 还要快 哇 新一届的地表最少装炮了咯 至于急速呢 则是被电子限制在这个 250km per hour 如果你选配这个 Performance Package 的话呢 它的急速则是进一步提升到 290km per hour 不止如此 Audi Sport 这回还为它升级了这个 Quattro 系统 导入了名为 RS Torque Splitter 的技术 它的后轮的差速器呢 由之前的单颗 Clutch 升级车的两个 Clutch 也就是两侧的车轮都有自己的一个 Clutch 透过电子侦测系统呢 当车子出现转向不足 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啦 系统可以将这个100%的扭力 完全单一传输到任何的一个车轮 过完的时候可以去到更准 让这个驾驶乐趣更极致 也因为这个 RS Torque Splitter 啊 这台前驱底盘的 All-Way Drive Hot Hatch 还可以做到将大部分的扭力传输到后轮 实现 Drift Mode 飘移模式 看来这个是未来 Hot Hatch 的一个趋势了啦 只是现在的小刚化不断追求高马力 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子技术也越来越容易开 好像没有那么好玩哦 你觉得咧 最后就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新一代 RS 3 的内装好了 它有 12.3 吋的 Aldi Virtual Cockpit 全液晶意表盘 10.1 吋的 MIB3 多媒体娱乐主机 并且具备这个 RS Monitor 可以显示像是油温啊 增压值啊 GeForce 值啊 等等等等的 还有圈速 等等这些下赛道很好用的资讯 另外还有这个 Alcantara 运动方向盘 Aldi Sport 真皮电动运动座椅 你还可以选配不同的色系包括这个红色以及 现在 Aldi 最流行的绿色 最后就是现在新车必备的 氛围灯设计了 怎样 RS 3 和 A45s 你会选择哪一个 讲到 AMG 其实你知道吗 Mercedes 上个星期就公布了未来的这个品牌战略 所有旗下的车款还有这个直品牌 在未来都会完全全面的电动化 并且还会专门开发纯电动的这个汽车品牌 朝向完全电动化发展 嗯 旗下车款 直品牌 那这个直品牌有谁呢 Mybach G-Class 以及 AMG What 其实Mercedes 已经早有准备了 在计划里面 这个品牌将会推出三个全新的 EV 平台 以及供 AMG 性能车系使用的 AMG EA 平台了 那这三个全新的EV 平台将会在2025年之前就推出 这也意味着 2025年之后 Mercedes-Benz 就会进入了EV 时代 而Mercedes-Benz也强调他们未来的这个EV 车款呢 将会注重在三大能力那就是快充 续航力 以及可靠性 未来的这个Mercedes-Benz都会具备充电15分钟 续航300公里的实力 而且他们的最终目标其实是达到一个1000公里的续航能力 为此这一家德系豪华品牌还全面收购了英国一家专门制造高效能电动马达的公司 YASA 这个YASA有一个专利电机可以提供同机之中最高效的输出功率 而且他现在有的顾客还是一些超豪品牌 那在被收购了以后除了继续为这些Supercar提供服务以外呢 未来他还将会为Mercedes 提供顶级的电动技术 由此可见这个AMG在5年后变成AMG EQ Power 全面电动化以后 在性能方面估计应该还是会有很强的一个实力的 不会输给现在的这个燃油技术太多 其实目前Mercedes-AMG在这方面算是已经很顶了 看一下他们的F1赛车 AMG 1限量超跑 还有这个EQ Power Hybrid技术 都已经是拥有很强的一个性能了 只是少了这个 对AMG 你能接受吗 喜欢这个声浪的朋友们 现在好快点买V8的AMG来收藏 第三个新闻 之前和大家报导过的这个吉利新月L在中国开卖了 这台车算是吉利最新的旗舰SUV 它是基于和Volvo共用的CMA平台打造出来 属于吉利的这个高端车型之一 它的车身芝麻其实不小 车长就达到了一个4770mm 轴距也有2845mm 已经是接近D-Segment的一个size了 在外形上它整个就很豪华感的感觉啦 直布式的水箱护罩设计很Volvo LED头灯组还采用了三段式日行灯的设计 保险感还有大量的镀铬四条来点缀 整个车头看起来就是 很大方贵气的感觉 至于车车和车尾的部分就很得戏的感觉 也告别了以往中国生那种设计风格很混乱 好像mix and match 这样子的感觉 这台车就很落落大方 尤其是车尾这个DOT Matrix LED 点缀式贯穿尾灯设计组 看起来就很有感觉很对位 而在那种方面最为厉害的就是现在中系车都在追求的 大屏幕 这辆车的主机屏幕尺寸达到了100cm的境界 基本上就是整个dashboard都是screen的啦 有digital meter 主机屏幕 副驾驶这个屏幕没记错的话还是可以拿来看戏的 当然这个主机系统也是现今最夯的 智能互联网生态系统 它支援AI声控以及OTA线上更新功能 非常的科技化 同时它还拥有这个10颗喇叭的BOSS高级音响系统 全景填窗 真皮电动机翼座椅 精致的排档杆设计 而在大陆朋友们最讲究的隔音部分呢 它也有BOSS的Quiet Comfort 主动路灶消灭技术 以及双层的这个隔音材质打造 不但音响系统超好 隔音也很出色让这台车直接变成了 移动的格局员 安全性也是吉利异相来的强项 那这台新月L呢 它就拥有全面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不止如此哦 在今年稍后它会拥有LV4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加持 Don't play play 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它的这个无人波车功能 可以在200米的范围内做到自己 100%无人驾驶往返 躲避障碍物 车位智能搜索 自主波入波出等功能 比方说你在这个停车场想拿车啦 只要你的车在这个200米的范围内呢 这个新月L它侦测到你 它就会自动开到你面前 而在动力方面 这款车使用的是Volvo的DRIVE-E 2.0TD 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分为两个版本 分别是T4 EVO 以及T5 那大家可以从旁边这个列表看到啦 其中这个T4 EVO它的最大马力就是 215hp 峰值扭力325Nm 并搭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零百加速表现为7.9秒 至于高阶的T5版本上面呢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达到了 235hp 峰值扭力也有350Nm 并具备一个超镇压模式 可以进一步提升到 380Nm的境界 它的变速箱是 iSIM的8速自排 并备有Block Warner 失去系统 零百加速方面只需要7.7秒 极力也表示未来还会增加这个 全新的混合动力车型 那这台车有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多的配备要卖多少钱呢 在中国它一共有6种车型 售价方面 有12万7200RM起跳哦 最贵的也才 18万5而已 也就是讲9万不到就可以买到 Volvo底盘 Volvo引擎 还有部分Volvo科技的高端SUV 最贵的也才 12万 哇 你希望它来马来西亚车会Proton的旗舰SUV吗 不要讲SUV我觉得这个规格已经可以直接当Proton的旗舰车款 觉得如何呢 讲完了有机理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最后的新闻 Proton H70 SE限量发布 全码退出 2000台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SE版有什么特别啊 首先在外观上Proton就打入了Dualtone双色车漆的设计 在Side Mirror 也就是后视镜 还有车顶 还有尾一部分都是亮黑色 也就是所谓的钢琴黑啦 而车身主色方面呢则是有两种选择 分别是Ruby Red 宝石红 以及 Ocean Blue 海洋蓝 听起来是稍微比较年轻化了一点啦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SE版它其实是基于 Premium 车型打造出来的 所以它并没有全景天窗 不过 它有专属的19寸轮圈设计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 博越Pro的Rim来的啦 在内装部分这个X70 SE也是稍微有所不同 它采用的是一个全黑的 Nappa高级皮革电动座椅 并且带有红色和白色的缝线设计 方向盘也是采用一个白色的缝线设计 这个和Premium 走的这个棕色 豪华风格就有点不同了 而它的这个地毯呢也带有SE 也就是Special Edition的字样 以及号称更配这个深色内装设计的 深绘 雾面铝合金式版 也就是运动化一点啦 其实这个限量的SE版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视觉上的变化 所以它搭载的这个动力组合还是 1.8L的PGDI涡轮震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84hp 而风支扭力则是300Nm 并搭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官方的0-100加速表现为9.5秒 并且提供了Normal、Eco以及Sport 三种驾驶模式可以切换 而在安全配备方面呢 这台SE它也是和这个顶级版的SE相同 拥有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了像是自动提及刹车 车道偏移 警示与辅助功能 车车盲点侦测 主动式定速巡航 以及自动远近光灯 等等的这个功能 那这一辆全满限量2000台的 X70卖多少钱呢? 123,800 那这个是SSD之前的价格啦 霍免SSD以后 它的售价是 116,800 这个价格相比起 X70 Premium是贵了一个 3,700令吉左右 也比这个有全景天窗的 Premium X 贵了一个1000令吉 好吧 妈咋 你会考虑这个 Limited Edition 吗?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三陆的所有内容了啦 今天我所讲的这些新车当中 哪一台车给你最多的一个feeling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 按赞 还有就是觉得好看的话就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最重要的是叫他们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